在我看完这些资料 我会觉得因为我是一个网站的管理者 然后接下来我可能针对几个重要性议题 我要来去先做出来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以时间来去观看一下好了 时间 那以贴文时间来去观看这个网站 的一个使用性 去说明这个网站是活的还是死的 第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点选报告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用类似枢纽分析 用勾选的方式来去选择 首先我们依照这个贴文时间 贴文时间 所以我们去找 它按照那个ABC的顺序来去排列了 好所以这边由上网下去找Poster Date Poster Date 然后接下来我们贴是以新闻的那个贴什么 贴新闻嘛 所以是以新这个news title来当作是我们的一个次数的计算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在这个地方如果我 等一下我先换一个好了 例如说在这边有一个贴文的时间 我选那个还是选这个 新闻的title 但是请把它推到直这边 因为刚刚这两个 这两个Poster Date是文字没有问题 请问news title是不是也是文字 因为两个都是文字 所以它放在轴这边 好这应该没有问题哦 好那所以我才刻意把news title 搬到直这边 它这边它就会画出来这边是我的时间2015161718 然后呢这边就会呈现变成什么 用数值的呈现方式 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2015年几笔2016年几笔2017年几笔 好可是因为我我们在做esale可能就只有做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算出哪一年有几笔 好所以你可能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呢 显示我们的资料 资料标签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可以呈现我们的值 甚至我们可能会把例如说x轴稍微换成黑色 然后字变大一点 我想这是各位应该在esale里面就很会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在大数据分析不仅仅是要教你做到这样子的图 对吧 好我们应该因为要去做分析 分析就是要比较 所以呢我们可能应该进一步的去画出来 例如说这边这张图应该会画哦 一点选什么点选post day 二请把这个news news title搬到直这里面 直接搬到直这里面 好那你看看你要不要再把这些标签啊资料标签打开来 然后把字稍微变大一点 那它的单位呢 例如说选择5 好那你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以前的esale的做法 好我就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知道我做几件事哦 可是这是esale 对吧 OK我们还没有结束哦 等一下我就要告诉你 那大数据分析要怎么做 对吧 谢谢观看